如今的汽车悬挂系统分别为扭力量 多连杆 双叉臂 麦夫逊等均属于比较机械式的传统悬挂系统 而今天小编要向大家介绍的 是三种导入新科技后 让悬挂系统更上一层楼 无论是在舒适度或者是操控性表现都大大提升 让我们看看究竟是什么那么神呢 第一个是电磁避震器 当然如此神奇的东西 只会出现在顶级的跑车 如奥迪R8 法拉利FF等车款 该系统最初由GM提倡开发此配备 电磁避震器能够透过调整避震器的软弱度 针对消费者需求做出不同的调整 透过电磁发出的电波影响避震器内部的分子架构 进而提供乘车品质和操控表现 如今该系统已经由GM发展到第三代 特别之处在于第三代的电磁避震器能够针对四个独立避震器做出调整 调整成默认状况时 系统会存有一段空窗漆 如今原厂已经能在不影响舒适度和操控性的前提下 迅速调整避震器的分子 接下来就是弯道清测控制功能 梅塞德斯奔驰是目前全球汽车首位推出该系统的车商 字面上解释就是在弯道上减少清测的问题 如果有骑摩托车的经验 那么你就知道是什么东西了 就是减低侧向加速对驾驶者的清测影响 透过车窗上的感应器和镜头 侦测前方15米的路况 并经过E4U做出道路分析和弯道角度 能够预先调整弯道清测角度 借此提供更加舒适和出色的弯道表现 最后就是奥迪开发的液压防清系统 并整合于自家的Dynamic Red Country系统 在原理上 同样和前面两位是一样的 主要是提高舒适性和乘坐品质 传统汽车在抑制清测问题 通常是透过加入防清杆 但是奥迪却利用调整两侧的避震器达到防清效果 换句话说 如果你在工作弯时 理应车的左方会呈现倾斜 奥迪则利用调整液压达到抑制效果 此外当重刹车时 车头点头现象也会被抑制 能在需要舒适度时放软避震器 需要操控表现时做出一致效果 相信在价格上 该系统也是属于比较入门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